曼陀琳的乐音搭配十下最流行的动漫鬼灭之刃主题曲 好听又特别 台湾曼陀琳乐团将在你不知道的曼陀琳音乐会 带领观众用音乐游世界 曲目包括日本动漫 日剧月星娇妻片尾曲 俄罗斯民谣 还有钢琴家郭宗翰创作的云端飞翔曲目 那这一场其实我用到很多不同乐风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弹的红莲花 它就是当今最热门的嘛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想说 这个曼陀琳可能只能弹一些民谣类啊 很简单的或是古典类 那其实它也可以很应景 就是很红的很流行的我们也可以弹 那我里面还有特别挑专门为曼陀琳创作的曲子 最初我写这个曲子是写给两个长笛的 因为曼陀琳跟小提琴跟长笛它是同样音语的 所以像我在写曼陀琳团也是 我把它当成弦乐四重奏 所以它也是有曼陀琳有两部 就小提琴一二 然后就等于曼陀琳一二 然后中提琴那个Biola 然后就等于Mandola 然后那个Cello大提琴就变成Mandola这样子 所以我在写这个 我就觉得那个旋律是蛮适合的 曼陀琳跟弦乐一样是很有张力的 因为它那个轮奏啊 它可以从小声到大声 可以制造很大的那个张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效果不会比弦乐团差 很多台湾民众并不知道曼陀琳乐器 因为它源自于意大利 在日本发扬光大 看似像柳琴小提琴 却又有独特的清新音色 双弦的轮调记动心灵 曼陀琳它就声音比较 我觉得比较甜美 比较温和 它比较可能穿透里 比较没有像柳琴这么直接这样子 对 那特色 其实它主要特色 因为我们是点状的嘛 你弹一个音 它没有办法像小提琴 拉弓可以维持很长的长音 所以我们必须来回快速的弹挑 就可以把音整个连起来 对那你如果只有弹一个音 它就是单音 那你要表现长音 我们这个轮音 这是它的特色 人家就觉得 听到曼陀琳 那个声音就感觉 很好听那种感觉 其实团长陈子涵是主修柳乐琴 因为父亲的奏势令他倍感伤痛 偶然接触到曼陀琳 听见青山中的曼陀琳琴声 深深疗愈他 从自学开始到与青山老师学习 陈子涵热爱乐器道 也想推广给台湾的朋友听众们 我的老师是青山中老师 他弹的那个音色 就是很美很美 就是他高音 他不会让你觉得很刺耳 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 一直听高频的东西会受不了 可是老师的声音他就是 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 听到就很疗愈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爸爸的 突然过世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曼陀琳 我觉得老师的声音很疗愈我 然后我就想激发我想要去学这个乐器 然后刚好那时候又认识了 齐美 齐美他们曼陀琳乐团 那时候刚好他们十周年 然后半月有会 然后我在无意间之下就看到了 然后我去报名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曼陀琳 我那时候就请一个乐器行的人 帮我买一把 就是比较一般的曼陀琳 然后我就自己弹 弹一首因为他报名 要去参加乐会都要表演 我就去参加 然后表演之后 他们就以为我学很久 其实我那时候是自学 就是自己这样随便弹一弹 除了曼陀琳 在这场音乐会中 也可以看到同家族的曼陀拉 与低音曼陀琳一同演奏 副团长广田杨依就形容 曼陀琳与曼陀拉 像是一男一女 声音各有特色 伴奏もできるし 何でもこなす楽器です マンドリンはバイオリンのように メロディを奏で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フルートのように アマンドラがメロディをやっているときは マンドリンはフルートとかピッコロのように 高い音で飾りのように弾くのも適していて それぞれ向いている役割が違うので それが編曲の醍醐味というか マンドリンオーケストラの面白いところというか 魅力だと思います 台湾曼陀琳楽团2007年成立 为了在台湾推广这项楽器 邀请了国际知名曼陀琳演奏家 每年也都会定期举办音乐会 期盼台湾有更多爱好者加入行列 記者问郡台北报道